教育局长施言IP傲慢。 柯文哲,检讨明星学校迷思。 图中央社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说,不只是外县市到台北市跨学旧学,台北市内部也存有跨学区就读现象,像他家住在中正区,也曾被寄过户籍,会检讨明星学校的迷思。 柯文哲上午出席台北市107学年度新、连、任校、圆、长部达记宣誓典礼,典礼开始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做上述表示。 柯文哲表示,内部曾做过超额学校、不足额学校的分析,也想过比照当年做法,让一些校长到不足额学校改善情况。 柯文哲说,他举例,曾有一名校长,无论到哪个学校,该校就会成为额满学校,那个就很厉害。 柯文哲说,不只外县市到台北市跨学区就读,台北市内部也存在跨学区就读现象,如他家在中正区,也曾被寄户籍。 学区内的中正国中,有三分之一学生并非住在中正国中学区内。 柯文哲表示,明星学校的却是一个问题,将要求教育局检讨,他说,要了解到底是家长的迷思,还是学校风气等真的有差异。 不过,有些校长很明显,把校长调到不足额学校就好,他说,把校长调任到不足额学校待个几年,该校招生数就明显往上升,表示学校可以经营。 台北市教育局长曾灿金昨天下午在台北市议会被寻,针对台北市18所满俄国中新生有14.8%住在外现实一室。 表示新北市,新北市,基隆市,桃园市应把教育罢好点,让学校将孩子吸回去,被新北市教育局批评傲慢,基隆市教育局批评不公。 中央社 图中央社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说,不只是外现实到台北市跨需就学,台北市内部也存有跨学区就读现象,像他家住在中正区,也曾被寄过户籍,会检讨明星学校的迷思。 柯文哲上午出席台北市107学年度新、连、任校、圆、长部达记宣誓典礼,典礼开始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做上述表示。 柯文哲表示,内部曾做过超额学校、不足额学校的分析,也讲过比照当年做法,让一些校长到不足额学校改善情况。 他举例,曾有一名校长,无论到哪个学校,该校就会成为额满学校,那个就很厉害。 他说,不只外现实到台北市跨需就读,台北市内部也存在跨学区就读现象,如他家在中正区,也曾被寄户籍,学区内的中正国中,有三分之一学生并非住在中正国中学区内。 柯文哲表示,明星学校的却是一个问题,将要求教育局检讨,他说,要了解到底是家长的迷思,还是学校风气等真的有差异,不过,有些校长很明显,把校长调到不足额学校就好。 他说,把校长调到不足额学校待个几年,该校招生数就明显往上升,表示学校可以经营。 台北市教育局长曾灿金昨天下午在台北市议会被寻,针对台北市18所满俄国中新生有14.8%住在外现实一室,表示新北市、基农市、桃园市应把教育办好点,让学校将孩子吸回去。 被新北市教育局批评傲慢,基隆市教育局批评不公。 中央社 图中央社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说,不只是外现实到台北市跨区就学,台北市内部也存有跨学区就读现象,像他家住在中正区,也曾被寄过户籍,会检讨明星学校的迷思。 柯文哲上午出席台北市107学年度新、连、任校、圆、长布达记宣誓典礼,典礼开始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做上述表示。 柯文哲表示。 内部曾做过超额学校、不足额学校的分析,也讲过比照当年做法,让一些校长到不足额学校改善情况。 他举例,曾有一名校长,无论到哪个学校,该校就会成为额满学校,那个就很厉害。 他说,不止外县市到台北市跨学区就读,台北市内部也存在跨学区就读现象,如他家在中正区,也曾被寄户籍,学区内的中正国中,有三分之一学生并非住在中正国中学区内。 柯文哲表示。 校任到不足额学校待个几年,该校招生数就明显往上升,表示学校可以经营。 台北市教育局长曾灿金昨天下午在台北市议会被寻,针对台北市18所满额国中新生有14.8%住在外县市一室,表示新北市、基农市。 桃园市应把教育罢好点,让学校将孩子吸回去,被新北市教育局批评傲慢,基隆市教育局批评不公。中央社。